旧南克县市呢陆续开放高龄长者施打AZ疫苗 不过却传出了有多名的长者接种之后猝死的事件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在今天下午的防疫记者会上说 北市目前有四个人接种疫苗之后猝死 但是呢有待法医来鉴定死因 如果是因为疫苗产生不良的反应而过世 北市呢将会协助往相关的方面来进行申请 好看到呢国内呢15号开始展开了日本捐赠AZ疫苗的接种 但是呢75岁以上的长者是接种的重点 这几天陆续传出了34起接种后猝死的事件引发的恐慌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天公布了 台湾累计呢通报接种的AZ死亡个案是25起 其中有20起呢是属于75岁以上的长者 而发言人庄仁祥说已经收到了25例接种AZ疫苗后死亡的报案 那么其中有85岁以上的有14人 70到84岁有6人 65岁到74岁有3个 那么65岁以下的有两位 死亡个案呢绝大多数都是高龄长者 而且是有慢性疾病的 其中有5个人是在长照机构 4个人洗肾 另外有20人是有慢性的疾病 而目前呢是已经有3个人在进行解剖 在昨天呢有新增的一位是主动脉剥离 指挥官陈时中也分析了各国的情况 在不分年近的比较台湾是属于中间值 但是同样呢针对75岁以上的长者死亡率呢 是每百万人次0.87 他认为说是低于韩国的1.42 这是陈时中的说法 不过呢看到呢陈时中强调说 那么台湾每1万剂施打疫苗的民众 有这么多的出现死亡的这个病例的情况 比南韩还要低 他还是呼吁说施打疫苗降低染病的风险 他认为只要是慢性病的老人家 状况稳定一点一定要去施打疫苗 以这个AZ的情况 或者以辉瑞的情况来看 在这几个国家里面 那有被统计的 大概每百万人 每百万人次的一个相对死亡 台湾大概有些地方比较低 有些地方比较高 那台湾大概位于在中间 位于在中间这样的数目 那当然跟这个 这是不分年龄 施打疫苗 当然就会跟施打疫苗的主要的年龄 会有一些差别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就是用同年龄 七十五岁以上 施打疫苗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通报的 一个情况 那当然这些都是只是 都是一个通报的个案 那还没有被我们确定 却有关联 所以在南韩这边看起来 大概有到一点百 每万人有一点四二 那台湾是零点八七 其实这都是差不多的 那所以在这里面 并没有因为是疫苗的关系 而发现跟国外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那不过在老年人 加上有慢性病 事实上打疫苗 他还是有比较多的好处 要不然在染疫的时候 相对重症跟死亡的比例 也都会增高 而且有亲密 这家家庭里面一个亲密在 传染的一个可能 所以这个风险也会增加 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还是要 打疫苗 相对风险比较能够降低 那对于里面 那在我们在 有开了就一个会议 那基本的一个 提供大家的建议 对于近期身体具状况或慢性病情 不稳定的时候 那建议身体状况较稳定的时候 再接种 那可能要请教自己的 他自己在经常看病的医师 然后第二个天气很炎热 事实上 不管说我们在这个高血压 或等等心脏 有相关的一个疾病的时候 太高温的时候 那身体有时候 也会有一些反应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 就是说天气太热的时候 恐怕还是要避一避 或者在打的时候 还是要找阴凉的地方 或者有陈阳伞 避免这个温度太高或太久 刚才国产疫苗是有超前部署吗 经济部才说 没有逼工业区的员工打疫苗 但是现在内部的文件曝光之后 很打脸了 挑明经济部发的调查表 就是依照的国产疫苗 施打的时程来先造册 来英就大骂说 政府是趁你病卖你药 叫做趁火打劫 而民嘴也炮轰说 逼工业区造册 国产疫苗施打名单 这是为了拥护国产疫苗 根本就是宣传战 经济部被抓包 发文要求 北中南工业区的员工 表态是否愿意打国产疫苗 否则就会被踢除 在公费疫苗的名单外 经济部说 绝对不是为了国产疫苗来调查 但现在内部文件曝光 很打脸 只有工业区干部才看得到的QA 挑明写发调查表 就是依照国产疫苗施打时程 先造册 经济部就再一次的被打脸 以前有一个叫做 趁你病要你命 现在是趁你病要卖医药 就是趁我打结 这很显然就是上面 交办的一个任务 证明说所有的人都志愿 要打国产疫苗 而且大家都拥护国产疫苗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宣传战 六大象QA大曝光 甚至会教工业区干部 怎么向员工解释 要列册的原因 爱红根本是逼打国产疫苗的交战手册 诈骗集团通常也都会有交战手册 告诉你遇到这个民众 回应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回话 凸显了政府 对于民众的一个认知作战 不断地洗脑 不止工业区传出连百货业 都收到了经济部商业司来函 逼百姓打国产 但丁一鸣却可以提前打AZ 丁一鸣为什么可以施打 是因为他有一个重大贡献 大家要知道因为耿毒跟认知作战 是现在非常重要 国产疫苗是给韭菜打 那外国的好疫苗 是给他们这些大官享用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阶级划分 蔡政府强推国产疫苗逼造册 百姓两难不填 怕被新冠病毒毒死 填了又怕打国产疫苗猝死 记者牛神沈浸一台北 曾报道 有见于国内新冠疫情的严峻 还有国人对于国产疫苗的选择跟比较 因此呢刚刚民众党立院党团发文指出 根据他们所做的民调显示 有将近七成的民众不愿施打 包含国产疫苗在内 还没有国际认证的疫苗 而这样的数据会对施打疫苗的推动 造成重大的压力 因此民众党已经在立法院正式的提案通过 未来民进党政府官员 一律施打国产疫苗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彰显 政府支持国产的决心 这是目前我们收到一个最新的讯息 这次是达国产疫苗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